夏天最高興的就是約一大群朋友進行戶外活動 好像去遊船河、去沙灘、踩單車、行山 但很多時候掛著玩就忘記了烈日當兇 是很容易中暑的 中暑的其中一個因由是因為有暑邪 今天請到徐澤昌醫師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是暑邪和防範未然 Hello 徐醫師 你好 Mandy 你好 首先 什麼是暑邪呢 其實暑邪就是綠淫中的一種 我們通常如果夏天暑氣太過 或者人體靜氣不足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種邪氣侵犯人體 當暑邪入到身體裡面就會好氣相遵 我們嚴重的就會變成一個中暑的情況 除了暑邪還有沒有其他關於暑的病嗎 其實有的 暑邪入到身體裡面 我們有一種叫雙鼠 雙鼠的意思就是說暑邪入到身體裡面 慢慢地消耗我們身體裡面的瘡液 和一些氣血 令到人軟奶奶 武力 口渴 嚴重一點就會中暑 中暑意思就是說暑邪入到身體裡面 它就很快很迅速地將我們身體裡面的氣血虛耗了 和遵液虛耗了 就會形成可能昏迷甚至是死亡的情況 另一方面暑邪它的特徵也容易夾濕 即是說它容易可能除了你會有中暑或者有傷暑的情況之外 亦都可能會大便比較爛一些 或者個人濕比較重疲一些這樣的情況 嗯 我經常聽人說天時暑熱 我就知道還有熱邪和燥邪 那這兩樣和暑邪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就有分別的 因為暑邪其實就單單是指夏天感受到暑氣 太過那種變成暑邪的情況 暑邪一般很少會發生在其他的季節那裡 只是出現在夏天 那燥邪也是 暑邪它的季節性都比較強一點 那譬如說就特別容易出現在秋季啦 那它的特徵是以乾燥為主的 那譬如說你容易要乾咳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你說熱邪呢 那就一連四季都容易發生的 那熱邪呢通常它會紅腫熱痛 或者會發熱啊 會高熱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三種邪氣的比較 哦 那即是其實暑邪呢 就只是夏天發生是多些受外在因素影響的 嗯 那我們就是萬一中暑 就是我們有些什麼感覺啊 就是有些什麼症狀可以察覺到自己快要中暑 其實如果中暑適合有些鮮少的 那開始可能你會發覺自己很多汗出啦 可能心跳比較快些啊 那甚至乎會容易抽筋啊 然後容易想作嘔啊 胸悶 那這些呢其實都可能開始會中暑的了 那如果這個時間呢 就最好要立刻小心一點啦 就要立刻坐下來休息啊 還有去一些比較陰涼的地方 去喝一些水分啦 就是其實主要都是太陽猛 或者和自己有喝一些水 是的 這兩樣東西是最主要導致中暑的 是的 沒錯 明白 那我想問中暑有沒有說輕微嚴重之分 剛才我聽到你說可以死 就是會死的 是啊 是啊 中暑呢其實如果輕微的話呢 基本上可能只不過是少少頭暈啊 有些眼花啊 有些空悶啊 想吐出汗啊 心鬼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如果嚴重的話呢 你就會容易昏迷 那昏迷甚至乎導致一些器官衰竭呢 就會死亡的 那也都會令到可能我們的腦部呢 造成一些不可抑 即是說一些是不可逆轉的損傷 那就會影響我們的腦部的 其實就是我在想 以為那個起因很輕微 就是喝得少水和太陽猛呢 就是為什麼會可以這麼嚴重呢 這個效果 那其實跟我們身體裡面呢 一些我們叫做排熱的機制是有些關係的 那如果你說身體呢 我們散熱的機制呢 如果不是太完善啊 或者我們太熱的時候呢 身體就會overheat 即是會負荷過重了 那變相來講呢 身體某些器官就會衰竭 那形成一些可能 甚至乎最嚴重死亡的情況出現 哦 是的 因為太熱就令到器官衰竭 而導致死亡 是啊 是的 沒錯 嗯 那那 即是怎麼辦呢 我其實知道中暑就 只是知道要多喝點水而已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那如果你說避免中暑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不可以熱入當空之下呢 去曬太陽啦 那還有呢 適當時去休息啦 還有要補充水分 那但是補充水分呢 並不是說你種了樹之後才喝 而是呢 你開始可能譬如說 你進行戶外活動的時候呢 在你未口乾的情況之下呢 已經要喝水的了 那喝水方法並不是說 我這個小時一次過喝一大瓶水 而是呢 你可能每隔一小段時間呢 就要補充適當的水分 這樣去補充水分呢 才是最理想的 那但是當你如果要種了樹的時候呢 其實你補充水分呢 最好就是有少少鹽分在裡面 那可以補充一些流失了的電解質 那些各方面的 嗯 那譬如你去踩單車 當然是買一支很冰涼的水 冬水又是否對的呢 其實冬水就不是太適合的 因為呢 我們終於認為呢 中暑除了外在暑邪之外呢 也會跟人體的正氣有關係的 那譬如說個人正氣虛弱 那甚至乎是痰濕體質的人呢 就特別容易中暑的 那所以變了來說呢 我們其實呢 就不要喝些太寒涼的水 也都不要吃些太寒涼的東西 那如果是真的要 譬如說吃些寒涼的東西的話呢 那都是要適量為止了 嗯 我知道是不是 即是吃西瓜都有幫助 啊 西瓜其實是的 那西瓜呢 我們中醫來說呢 其實它是屬於寒涼的 也都可以清熱 有少許生津的作用 那其實都比較適合夏天食用的 那但是呢 西瓜呢 也是寒涼的 生果的一種 那所以變了呢 吃得多西瓜對皮膚也不是太好的 都要適可而止的 嗯 有沒有些什麼是避免吃的呢 那首先呢 如果你說夏天那麼熱的話呢 一些溫燥的東西 絕對不可以吃的啦 那譬如說羊肉啊那些 那打火鍋那些都是的 比較溫燥一點點的 炸東西 辣東西那些都是的 那另一方面呢 那我們可以吃一些瓜菜類的東西 那又比較清涼一點 那還有呢 吃一些柔質的東西 那又不要吃那些那麼難消化的東西 嗯 是的 就是我約一大群朋友 從船航踩蛋傘之前呢 就不要吃那麼多煎炸東西 那麼燥的東西 應該吃一些瓜菜類的菜 讓自己的準備好 避免中暑 是的 是的 應該它似是中暑 那我可以怎樣幫到它呢 那第一時間呢 我們將個 就是中暑的人呢 首先呢 扶在一個溫涼的地方 那避開一個濕 就是有濕又熱的環境 那譬如說樹蔭下的地方 那然後呢 將它的衣樓解開它 那我們中醫呢 其實有些方法的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刮沙 那刮沙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扭扣啊 用一些刮沙板啊 去幫它刮一些可能頸背啊 或者空腹的部位 幫助它散熱啊 那刮到一些紅紅的這樣就可以了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中醫呢 亦都會用一些穴位去幫它 那譬如說 當然如果你看到一個人真的昏迷 那當然啦 你見到昏迷的話呢 就第一時間最好就是召喚車 那在召喚車的同時呢 其實你可以呢 譬如說用你的指甲呢 去刮它的人中 哦 這裡 是的 沒錯 就是這個位 是的 人中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手上面 腹口這個位 有個穴位叫合谷的 哦 OK 是的 就合谷 是的 這個位置按了 冤冤地就合谷 哦 是的 沒錯 左手右手有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兩隻都可以用的 是的 那另一方面 我們十個手指頭呢 亦都可以用的 那如果中醫師來講呢 看到人昏迷 我們會用放血的方法 那但是如果本身 你可能不是中醫師 或者可能本身 你不太會放血的話呢 那其實呢 就可以用指甲呢 去刺激它 去刮它就可以了 是的 去刮它 對 都有這個醒路提神 還有開竅的作用 是的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感覺很強的位置 是的 沒錯 哦 那這些可以 譬如它真的很嚴重 嗯 佈了警 等著救護員來的時候 都可以幫它按一按 保持著它醒 是的 沒錯 那 其實呢 中暑呢 可能一大群朋友呢 都 只顧著玩笑 喝水的 但是總有一兩個人 就很容易中暑的 就是關不關 是哪一類型的體質的人 會特別容易中暑的 嗯 是的 那剛才說過了 譬如說特別容易中暑的人 包括了靜氣比較弱一點 就是身體本身比較虛弱一點 那另一方面呢 譚濕重的人呢 亦都會特別容易中暑的 那所以這兩方面的人 特別需要注意 譬如說你平時已經容易頭暈 譬如說容易可能 有些譚濕的體質的話呢 那基本上呢 其實都會特別容易中暑 特別需要注意的 譚濕的意思是 多譚 即是是怎樣的 譚濕呢 其實呢 這個定義來講呢 很難很難 比如說很簡單這樣講出來的 那我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想知道譚濕是怎樣 我們一來可以之後再討論 另一方面可以找到焦耳中醫師 去幫你去包包麥 看看 不過如果應該看開中醫 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那種體質的人 嗯 明白 是的 其實我們平時除了出去戶外活動 會有中輸的機會 其實可能室內都有 譬如好像焗桑拿那樣 嗯 很多時候做完運動 都喜歡焗桑拿去排汗 那焗桑拿有時 我都覺得是很危險的 會焗到暈暈的 這些都是屬於中暑的 其實如果當你焗到有些暈 焗到很不舒服 那其實中醫來說都屬於中暑的 因為中醫對於中暑的定義 就是在你一定那個 譬如說一個很溫暖的 或者很溫熱的環境裏面 經過一個時間之後 然後你出現頭暈身慶 或者胸悶作呕 出很多汗 這些其實可以定義為一個中暑的情況 那我的解救方法 都是第一時間 就是將它遠離那個環境先 就是遠離那個瘟疫的環境 讓它在一個清涼的環境那裏 然後它補水 補充水分 然後解開扭扣 然後還有一些急救方法 那如果你說焗桑拿開始過 自己的頭暈其實已經可能遲了一些 所以其實盡量避免去到這麼久 就是焗桑拿不要焗太久 是的 明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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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去玩的時候 最重要是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態 就是覺得有點空悶 頭暈 就立刻要去一些清涼的地方休息 喝點水 就可以避免落極生悲 拜拜 拜拜 拜拜